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去的一个季度 中国的GDP增长了7.5% 稳中有增 其中一个非常有趣的数字 在它公布的GDP的数字当中 我们说有三驾马车 投资 消费 外贸 那么在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 重点谈到了网络销售的数字 过去一个季度 网络销售的数字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8.3% 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很多人的预期 我相信很多人还记得2012年CCTV中国经纪人物的颁奖典礼上 曾经王健林和马云做了一个对赌 马云说再过十年 网络销售的总量将会成为整个零售行业的一半 然后出了这么一个一亿的赌局 当然我们说十年还是一个漫长的时间 谁也不知道无法来判断到底谁是赢家 谁是输家 其实谁赢谁输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其实网络销售已经成为一种时尚 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共同来探讨这个电商对百货这个行业的冲击 5年内建设100家购物中心 2010年 网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谈及商业零售业发展前景的豪情壮志 言犹在耳 如今4年过去 网哈哈首家也是唯一一家进军商业零售的挖凹商场 却已是亏损严重 难以支撑 无独有偶 作为最早一批上市的民营零售企业 新华都本有机会成为中国零售业第一梯队中的一股力量 然而其2013年的业绩却以利润下跌248.11%的幅度 在行业中垫底 全年亏损2.3亿元 新旧势力不约而同的在零售领域折几 让人们不得不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传统零售行业的尴尬现状 自从天猫和淘宝双十一网络购物狂欢节 创下了191亿元的交易额 关于传统零售商如何应对电子商务冲击的讨论 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对于零售企业而言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带来了新的客户接触点 新的交互方式 新的技术趋势和新的商业模式 由此极大的冲击了原有的商业规则 未来的零售规则将会发生哪些改变 中国的零售行业未来发展的道路在哪里 杰马财商特邀新华都集团前任总裁唐骏 探讨互联网冲击下传统零售行业的转型之路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 首先第一位嘉宾是我们的资深时尚人士Amy Amy你好 Hello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媒体人徐一静 一静你好 大家好 我是徐一静 刚才我们讲到了马云和王健林的赌局 你觉得这个马云胜还是王健林胜一静 我赌马云胜 为什么赌马云胜 因为是这样的 我之前曾经跟那个王健林做过一次专访 在专访中呢 王健林他也谈到了这个赌局 他说其实那次的一亿元的赌局 其实是一个节目的效果 刚好这几天呢 这个王健林在这个大连万达 发布还内部的一个工作报告 他也谈到了说万达以后要加大建设万达的金融和电商 所以说你看王健林他本身对电商都是看好 我怎么又留不压马云呢 所以你还是属于电商派 那么Amy你呢 来这个赌局 你愿意来赌哪一把 我是觉得是零售行业 还是 我给你一个数字 也就是说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电商行业 在二季度的增长是48.3% 占了整个零售行业的多少呢 9.1% 这个数字记得 然后去年这个数字是7.3% 前年这个数字是5% 也就是说我们每年都在增长 我们说百货的业态 基本上它的商业模式其实蛮简单的 第一个就是说我就开了一个大商场 然后呢 地方就租给别人了 各个品牌店进来 那么低端的也低端的 中端也中端的 就这么一个中国人 卖租房的这种方式 对不对 所以它的这个好处是什么 好处就是它的风险小 因为这个房子都已经租出去了 我的利润不是很高 但是呢 我很保险 这个利润空间大致是在什么地方 这个利润空间差不多毛利率 据说现在毛利率是在17%左右 纯利差不多3%到5% 其实对于一个商场来说 它是一个非常叫做保险的一种经营方式 这是我觉得很多中国的商场 普遍采用的二房东那种模式 而国外 这个我们看到就是 美国的商场里你会发现什么 它是自营业务为主 美国最有名的就叫Messic也好 还是叫Nordstorm也好 就是这些大的这种品牌商 所有的就全是我自己的定制 然后我来控制质量 没有自己的产品 是零售业受到冲击的一个原因 据了解 目前国内零售业自由品牌占有率不到10% 而在日本 这一比例超过20% 美国达到30%到40% 欧洲则为50%到60% 传统零售商的差异化竞争 也是应对在线零售冲击的有效之道 如美国的梅西百货 业务构成中有20%的自营 25%的独家经销商品 其20个自由品牌占据了20%的销售收入 美西百货 常年40%的毛利率 使其他百货零售商难以企及的 值得一提的是 沃尔玛的自配比例也高达80% 在电子商务冲击下 自由品牌的建立 或许能够让传统的购物商场 摆脱沦为网购市一间的尴尬 那当然你有你的品牌 你有你这个渠道供应商 那这时候呢 你的毛利率就会很高 相对来它毛利率可以达到30%左右的毛利率 那这对这个商场呢 当然它毛利率越高 它的利润就有了 当然随之而来的风险也很大 风险在什么地方 风险在说 你自己订的货 你卖不出去 就是全是你自己的责任了 过去是叫风险供单 就是每一家的店铺 你只要付了我租金 我就没风险了 剩下的以后 我才从你的租金当中 我拿出一些分层 提成 返点 返点 那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利润点 租金基本上持平 返点就是我的利润 而且如果是我自由品牌的建设的话 这个房租也是我出 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 当然利润人也高 中国人的这个模式 更多的是二房东模式 而美国更多的 还是这种直营 直销的这种模式在里面 当然我们再看就是 现在中国的这个百货店 所面临的这个挑战 还是很大的 我对几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 你也知道这个中国的房价在涨 这个房价在涨意味着什么呢 租金也在 租金也在涨 人力成本也在涨 而你说商品 你也不可能涨得那么快 我还没看到 有任何一个商品 比中国的房价来的 涨得快了 对不对 所以这是我觉得 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觉得呢 对你们奢侈品来比较关注 可能你们对这个叫做房租 不会太在意 是不是 在意的 我们的房租 因为你们的利润率那么高 你怎么会在意呢 那也是成本哦 现在都不是成本控制嘛 经济状况不好 那其实我们的房租的组论 是两大块 一块是基本租金 像刚才说的这些租金 可能交给商场 保持它的一些 商场本来它的一些成本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扣点 那现在扣点 其实就越来越高了 因为它本身的这个 成本高了 成本高了 所以从你们的要的扣点就高了 对的 然后可以 甚至现在可以达到 不妨爆料 可以达到25% 30% 有这么高的扣点在里面 甚至 甚至就一些好的商场 那你想想看 因为对一些 叫做中端的 特别是低端的品牌 其实他们的毛利率 是很低很低的 你要知道 对不对 因为他们的毛利率很低 如果你的扣点 再扣掉20% 30% 基本上它是没有利润可赚的 这个可以这么说 在一个商场当中 不可能全是顶级的奢侈品 而且我们说 在上海 无非也就是国金也好 恒隆也好 那更多的中国的百货商场 基本还是终端品牌 终端 这些终端品牌 恰恰是消费的主流 那我们想 如果每一个店铺 生成压力大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百货商店的 生成压力很大 我们的很多的百货公司 是上市公司 所以一百也好 天红也好等等 包括新华都等等 这些其实我们都从上市公司的年报当中看出来 其实过去一两年当中 他们的利润是急剧的下滑 甚至有些百货作为主业的上市公司 他们的利润都出现了负的利润在里面 也就是亏损了 那这一点就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非常大的一个原因 因为租金增长 第二个冲击 人流量的冲击也是很大 就是人流变少了 客流 客流少了 客流少了去哪里呢 就像易静这样的 他也不去商场了 其实我是去商场的 但是呢 就是现在 因为您说我们现在的百货商店 是采取的一种联营的模式 我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只要我去到一家百货商店 我看到有这些品牌 当我踏入第二家的时候 为什么品牌是大同小异的 我们说千人一面 我觉得百货商店 是不是有千店一面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 我可能逛一家就够了 接着就是回到家里淘宝 所以你变成这个 你去参观一下 然后真正购物呢 又在网上进行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对 有一部分时间呢 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看中这个品牌的东西 先试一试 我先到商场看 这个鞋的这个大小尺寸 是什么样的款式 食物是怎么样的 我再到他在网上的 就是这个品牌的旗舰店 直接购买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很划算的一个选择 所以受到冲击还是蛮大的 对不对 要冲击 而且我们也看到 这个从很多的上市公司 发布的这个年报 机报来看 比如说这个百货的巨头之一 叫百胜 百胜公司 在过去的八年 首次亏损 那这个其实对行业来说 其实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消息 为什么你要知道 中国的消费是在增长的 这个增长的速度 而且还是大于GDP的速度 像百胜这样的龙头企业 他们的收益居然是下滑的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不只是这个 我们看到很多的 这个大的龙头企业 像王福景也好 像天虹也好 像金英也好 像春天也好 他们在做什么事 他们频频在关店 也就是说过去开的商店 他们不得不关掉 为什么不关 很简单 亏损了 成不下去了 那我们在想 百货店到底就这么下去了吗 真的就像这个马云所说的 这个未来的实体店就不行了 未来所有的都在通过网店吗 到底现在百货所面临的问题 怎么来克服它 怎么去绕过它 2014年 巨美优品 京东等中国电商 相继赴海败上市 其合计市值将达万亿之巨 而在这背后 是中国2.5亿的电商活跃用户 年度18000亿元的网上成交额 和被运往中国每一条大街小巷的 50亿个包裹 电商已经颠覆了传统产品渠道商的价值 昔日坐地收钱的模式 已受到严峻挑战 电商以更透明的价格 更好的退货处理和快捷配送 受到中国大多数消费者的青睐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 零售业的凋零 2014年上半年 主要零售企业关店统计显示 今年上半年 主要零售企业在国内关店共计158家 远超2013年的35家关店数 其中百货业态关闭12家 超市业态关闭146家 而那些不再统计之列的小型零售店 更是多到无法统计 一面是受到电商 境外代购等新兴消费方式的冲击 一面是居高不下的商户租金 两边夹击下 传统零售业应如何突围 我们说这些百货商店 他们在思考什么呢 第一就是说 房租不是有冲击吗 那现在很多的企业 他们做了一项什么事 我把我自由的物业的比例来增加 就是如果我拥有了物业的话 这块租金成本不就是我控制了吗 比如说太平洋百货的北京银科店 他就把自己的面积不断地增加 然后还有一些企业 比如说北京的王府井 他过去可能也只有30%是自由的 现在我从他们公告当中看到 就是未来他们希望把这个30%的 这个数字提高到40% 从这更高 那么这个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也就是降低成本 那当然还有一点就是 各个各大商场 他们也在做一件事 就是减少这个人员成本 那么更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就是互联网到底 给我们的这个百货带来的冲击 刚才你也讲的 王健林他在做什么 我也在做电商 对不对 比如像苏宁电器 他就是提出了一个 就是苏宁这么一个叫做云概念 这么一个概念 苏宁云商 苏宁云商 他连把自己的上市公司的那个股票 都改成苏宁云商 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我要把传统的实体店 渐渐地变为我的这个网上商店 就连苏宁的竞争队的国美 他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其实很多的大的百货商场 或者他们开商场的 其实他们意识到一点是什么呢 如果传统的零售业台不做改变 我告诉你 电商一定会赢 那么我在想 难道就真的没出路了吗 其实我觉得不是的 因为我们说 我们要从这个消费者的心态来分析 就是买东西除了是满足 我自身的生活需要之外 我觉得在很大意义上 是一种享受 享受这种买东西一种感觉 为什么女孩子都愿意逛商场 很多女孩子去逛商场 我估计 反正至少我太太是这样的 说逛商场 估计她逛个十次 也就买个三次 买东西回来 剩下的七次 我觉得你为什么这么傻 我说像我这样的 我要去逛商场很简单 我知道哪里有 我打听好论有 我去 我买 买了就走 五分钟 速战速决 速战速决 对不对 你一直属于采购性质 不是商品 是采购 采购 这个就对了 就是对这些采购人员来说 其实我们从网上能买到 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但是我们现在想到 其实商场 真正属于像我唐骏这样的 采购人员 毕竟是个 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这么一个数字 还是一大部分人是什么 shopping shopping 我觉得我去看了一个商场 我觉得赏讯运 在这么好的环境当中 走走路看到了 竟是各种各样的 各种物品 让他感到 这个是一种视觉的享受 然后我到了这个地方 我觉得我全部搞定了 所以这个是恰恰 对我们未来的 百货这个行业的 最大的出路 在我看来 高消费性 永远是在百分之三十 它是来享受的 购物者来说 如果有人来告诉我说 我需要的时候 总有人来帮助我 总要比他网上 我要去查 要好 因为有个专家在边上 就告诉我 我这样的身材 适合穿什么样的衣服 什么样的领带 适合配戴 那你告诉我 这个领带 这个西装 这个可能搭配的 比较好一点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 我特别希望这样的服务 因为你网上 永远得不到这样的服务 有非常专业的建议在边上 对 但是这是单体店 那我们说对一个 叫做百货店来说 这个还不够 你能做到 别人不一定做到 对不对 所以现在百货店 我觉得还有一个出路是什么 就你必须把它变成一个 购物中心的一个概念 什么叫购物中心 就比如说 在美国 它也有这种Mall的概念 Mall里边 它有我们的百货店 百货店里边有什么 餐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环节 餐饮 电影院 也就是它整个是一体化 所以未来 我觉得对于百货 这个业态来说 它的发展趋势 一定是这种 从服务的 高端服务的理念 一体化 的一个理念来 对 也就是你到了这个Mall里边 基本上 在美国的时候 我们去Mall的时候 那比如说 我太太她去买东西 那我怎么办呢 我总 喝东西 喝东西 然后呢 我实在不行 我去电影院 去看一场电影 因为我知道估计两三个小时 它也玩不了 然后我就到电影 就看一场电影 然后里边有很多 就是你适合每一个人 去享受的不同的东西 在里边 那我觉得 这个时候 才是我们未来 这个百货 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就是给你提供 一体化的这种服务 在里边 所以我们也看到 其实在中国 已经有很多的百货店 已经开始 在做这样的这种 所谓的 叫做 购物中心的这么一个概念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天虹商场 已经开了首家的购物中心 然后王府井 也开设了叫 王府井购物中心的 这么一个大的概念 而且已经开始 在陆陆续续来建 这么一个所谓的购物中心 而不是像过去 我们说到王府井 王府井除了购物 还是购物 天虹除了购物 还是购物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 像天虹 像王府井 我相信像百胜等等 一系列的 这个大的百货商场 他们已经开始把这个理念 已经进去了 比如说我在日本生活过多年 日本的商场里 很有趣的是什么 就是特别的 每一家百货店 都是几乎长得一模一样 这个一模一样在于什么呢 它是一到九层 各种各样的 不同的层面的摆设在里边 但是到最高层 每一家商场的最高层 总有一个 并不可少的是餐饮 有些甚至用两层楼 把餐饮站在很重要的位置 所以这说明 其实在日本已经 不是这种商场的概念 而是一个购物中心的概念 我相信日本跟中国 很多地方是很相似 就是城市化比较集中一些 也就是在城市的中心 我们说第一百货商店 第十层 整个全是一个叫做餐饮 然后甚至有些 在日本的商场当中 它还有一些儿童乐园 等等这些东西 就是给所有各个方面 所需要的人 提供了一体化的服务 这就是日本式的 所谓的叫做商场的服务 唐骏的观点是 未来的商贸业将会转向成为 重在体验式消费方式 而非售卖标准化的产品 在商场内 办艺术展览 开设人气餐厅 电影院等等 都会增加消费者在商场的停留时间 在这个时间内 消费者产生购买行为的可能性 就增加了 一些新兴的百货商场 正在尝试将艺术文化活动 嵌入消费场景 今年位于淮海路商圈的上海 新时尚地标K11商场 开始尝试博物馆零售新模式 在商场地下楼层举办了 为期近三个月的 莫奈真记画展 展览吸引了近40万人参观 使其日常营业额增长了20% 不仅是K11 北京桥湖芳草地购物中心 也尝试将艺术品 融入零售 商场的空地上 各种前辈的艺术作品随处可见 上海月星环球港和北京朝阳大月城 也分别举办了卡通人物 Hello Kitty和多拉A梦的展览 同样吸引了大量客流 传统百货商场 应该将体验和互动 作为自身发展的关键 商场和顾客 顾客和顾客之间 都可以形成互动 这有可能正是未来 传统零售业的发展方向 所以我也看到日本的数字在 日本的网购的数字 其实它都在市场的占预率 要远远低于我们中国的市场占预率 我们中国已经达到9.1% 我看那个数字在日本 只有3%到4%左右 那说明一点什么 就是日本的零售行业 其实他们是走在前面 也就是他们本身 日本强调的是一种服务 所以我觉得这点 至少可以给我们中国的百货业 带来那么一点点的借鉴 所以说只要你有品质 只要你能把服务做上去 其实并不是说一片绝望 对不对 因为当你走向高端的时候 你提供的是服务 而这些是网购 是无法给你带来 你所需要的服务的 过去我们从 靠价格竞争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未来是靠什么 一定是靠品质 靠服务的时代 所以我们说 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两点 一个是品质 一个是服务的话 我相信我们中国的百货业态 还会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 今天从各个层面来讨论了 这个电商和百货之间的竞争 很多人还是对 现在的百货这个业态 是悲观态度 但是我觉得大可不必 因为我觉得 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 其实我们还是需要服务的 这个服务是什么 就是我们所说的 无论从单体店也好 还是整个百货 做一个业态的这种服务也好 只要你能抓住客户的心态 只要你能给客户 带来一体化的服务 我觉得这个百货 在未来的十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内 一定有它的地位在里面 所以我们也希望 我们的百货从业人员 我们不用伤心 不用悲伤 我们说这个竞争 总是难免的 但是只要抓住 我们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我们一定可以有自己的 这个市场的地位 谢谢大家收看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